第一次到明市领口总部参访 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合制一行 特别由总经理廖继芳和新闻传播群副总胡婉玲陪同 来到明市新闻摄影棚 正巧碰上政论节目台湾向前行的现场播出 除了了解日本没有的这类型政论节目制播流程 片山代表还难得坐上主播台拍张照过过瘾 不过重头戏在这里 全亚洲最顶尖的虚拟摄影棚 仔细聆听工作人员的解说和示范 片山代表全身贯注 惊叹明市在虚拟摄影棚的投入和开发 尤其文化部的汇聚台流文化黑桥计划 已经获得行政院支持 核定四年共一百亿元 光是今年就编列三十亿元的预算 要全力支持台湾的视觉艺术走向国际 感受到这股蓬勃发展的创新力 这位在澳洲学有所成的新锐导演李贤志 回到台湾后 一览选择了明市虚拟摄影棚 作为他创作的舞台 因为我从澳洲回来 我有看过澳洲很多的朋友 但我是觉得这边真的是全台湾 应该是数一 然后全亚洲 也可以算是顶尖的 这个的话它会跟踪这个镜头的数据 我们再把它传进去里面的 Unreal Engine的游戏引擎 游戏引擎里面有一个搭配 虚拟的摄影机 然后它把数据传送到这个画面上 所以这个镜头一动的话 画面里面也会跟着动 所以这是非常很棒的技术 巨型的LED墙 先进的AR技术 拼买好莱坞的民视虚拟盛影棚 瞬间就让片山代表赤身京都 来台五个月 治理台日关系发展的同时 也见证了台湾电视产业 创新科技的里程碑 明时新闻综合报道